大家好,咱们喜欢养生的朋友们一定要了解人体当中能给心脏带来帮助的穴位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就叫做浮度穴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调节咱们心脏的一个跳动 最简单的就是说你的心动过速,比如说我心脏跳得快 或者说我心脏跳得慢,你的静态心率不好 那咱们就按这个浮度穴 你有这个心慌,有胸闷,胸口不舒服 咱们也按这个浮度穴 当你去按揉两到三分钟以后 你的这个心跳的速度就会逐步逐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这个穴位它是非常好的可以去养护咱们的心脏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 首先我们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取穴跟别人也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取 那浮度穴其实非常好找的 咱们只要把这个手放在咱们的大腿上 这个手指的中指齐平冰骨的一个上缘 也就是这一侧 其实正常的放在大腿上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用那么精准 知道吧 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忽视掉 掌根处 我手指的,比如说我手放在大腿上 我手指的这个掌根处 就是咱们的浮度穴这个大概的位置 咱们拿手走 为什么讲不要这么精准 咱们因为要用手走去按压 咱们把这个手走顶在刚刚找到那个位置上 顶住了以后 大家可以把另一只手架上去 压在这个拳头上 也可以把身体就压上去就可以了 压上去以后 咱们就可以来回的去揉动 大家注意看我的肩膀 来回的揉动 那么在这么揉动的时候呢 又省力 为什么 你看咱们身体一斜一压 这个力度就进去了 你想想看 这个大腿啊 肌肉那么丰富 对不对 你去压 你能压得动吗 你要手指压 把你累死 对不对 你拿那个 不管拿什么工具 你去压都很累 咱们就拿手走 点下去 压住 当你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 或者你想要去给心脏进行养护的时候 或者你心动过速 过缓的时候 咱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点进去 来回的揉动 我们用顺时针的揉法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传统来讲的话 就是咱们心脏在左侧了 咱们就以左腿为主 就主要揉左腿 顺时针 咱们揉一个50到100下 逆时针揉个50到100下 揉完以后就好了 那这个方法 大家记住几个要点 第一个 我手搭上去 搭在我们的腿上 第二个 找到掌根的位置 手压下去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揉 胜时针揉 力时针揉 就行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但是对于我们的心脏 能带来很好的帮助 咱们日常没事的时候 就可以多揉入这里 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养生穴位 无病去预防 有病 咱们就去用这个穴位 去进行一些调理 那今天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里面有很多内容 可以帮助大家 点赞评论关注 谢谢大家